能够把一个中国的传统的企业 能够延伸这么久 这绝对是一个人才 而他之所以能够把这个企业做得好 是因为他认识到了现代化的威力 那么他就要把全家从山西迁到天津 为的是什么 为的是能够跟近代化的这种潮流相结合 那个时候乔家大院已经成为他们的老家 而这座乔家小楼 也就是天津的这座小楼 成为他们新的住所 距离张学良故居博物馆仅几墙之隔的 就是乔家曾经在天津的居所 被称为天津的乔家大院 20世纪20年代初 乔应霞亲自督见乔家小楼 随后携家人移居至此 细看乔家小楼 与张学良故居博物馆建筑风格十分相似 两座建筑同为砖木结构 欧式风格 不知是否因互相批邻的关系 据说乔应霞的儿子乔铁汉 与张学良也是网球球友 乔家我们一想 肯定觉得那应该是 至少觉得山西土财柱的这种感觉 不是的 人家到了天津就开始学一些 现代化的金融的知识 所以他们的钱庄才能够在当时那么纷乱的政治环境下 继续生存下去 甚至这位掌门人 就是这位乔应霞 他自己本人也在天津谈起恋爱来了 他当时娶了一个 也是新式学堂毕业的这样的一个女子 两个人婚后 当然还是会有一点不太能够协调 因为他毕竟是一个从那种环境里面出来了 这也反映了天津当时的这种特点 就是一方面是传统的 一方面是新式的 两个之间会发生各种博弈 1860年10月 牛伊清政府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失利 中营天津条约约定 增开天津为商部 大批外商和洋货涌入 当时天津市面的一部分高档洋货 还要供应北京的达官显贵 而天津这份在压迫中得来的前卫与洋派 在此后持续了多年 我们今天还可以看到 天津当时也有了各种各样的新式建筑 这些都是拿到今天来 仍然让我们觉得很漂亮的建筑 但是另外一方面 天津也有让我们很难受的一些东西 什么东西呢 你看看这些照片 这些照片就是当时住在天津的 一国又一国的这些占领军 因为当时天津是有租界的 而这个租界呢 按照清朝政府 乃至于后来民国政府继承的这种条约 都是外国人可以来住房的 那么来住房的有什么人 我们刚才看到有俄国的军队 有日本军队 有英国的 有荷兰的 有比利时的 各国的军队都驻扎在天津 而我们中国的军队呢 就被挤在一边 简直就像是一个 只不过是维持地方治安的警察而已 从这些照片 你可以看到 中国在当时所谓积贫积弱 在天津也有着很深刻的反应 就像是一样的